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400多悼念纳尔尼俄民众遭逮捕 以体据报有伤痕 德国工会呼吁地勤人员周二罢工27小时 争取加薪12.5%多个机场受影响 本地宇航业3-5年内 表招聘于2500职位 黄永红 世界不能同时有三战争区 需不惜代价避免亚洲发生冲突 被俄罗斯通缉 爱沙尼亚总理不会被吓到 请大家收看 400多悼念纳尔尼俄民众遭逮捕 以体据报有伤痕 美国之音中文网 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尔尼的突然死亡 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震惊 据人权组织统计 自纳尔尼去世以来 俄罗斯已有400多人因为哀悼他而被当局拘捕 在十几个城市中 数百名民众自发前往纳瓦尔尼的纪念地悼念 然而警察却拘捕了大量的人 此外 纳瓦尔尼的团队和家属表示 当局阻碍将他的遗体交还给家属 令人质疑他的死因 纳瓦尔尼是普京总统的主要对手 他坚决抨击克里姆林宫的贪腐行为 虽然他遭到多次判刑和毒杀威胁 但他依然斗志不见 纳瓦尔尼的死亡 发生在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前一个月 这意味着普京几乎百分之百将获得连任 然而 关于纳瓦尔尼死因的疑问仍然没有答案 当局也没有透露 何时将他的遗体交还给家属 全世界都对纳瓦尔尼的死亡表示谴责 并要求进行独立的调查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他对普京对纳瓦尔尼的死亡负责 英国外交大臣卡梅隆警告纳瓦尔尼死亡的后果 并要求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 纳瓦尔尼的死亡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抗议和悼念活动 纳瓦尔尼是在俄罗斯政治反对派中的一个例外 他在党派斗争中没有销声匿迹 也没有选择流亡国外 相反 他越被打压就越坚强 善于利用射媒绕过克里姆林宫对独立新闻媒体的封杀 纳瓦尔尼在德国治疗神经毒际中毒后选择回国 这显示出他的勇敢和顽强 然而 他的死亡让许多人对俄罗斯政治环境的压制和人权状况表示担忧 德国工会呼吁地勤人员周二罢工27小时 争取加薪12.5%多个机场受影响 星岛日报 总结 德国工会波尔蒂呼吁汉沙航空地勤人员 在本周二进行为期一天的罢工行动 影响了法兰克福 慕尼黑 柏林 杜塞尔多夫 汉堡 科隆 波恩和斯图加特等7个机场 工会正为约25000名员工谈判 寻求加薪12.5% 此前 德国已发生了27小时的机场罢工 航空公司取消了数百班航班 本地宇航业3-5年内 调招聘于2500职位 联合早报 新加坡宇航业预计未来三年至五年 将招聘超过2500个职位 以支持行业复苏和新的投资项目 这些职位包括操作员 技术员和工程人员等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已吸引于7亿5000万元的投资 用于资助未来三年到五年的 逾十个投资项目 其中一个项目是普惠在新加坡的扩厂计划 该公司计划扩大其引擎中心的规模 另外 新科工程也宣布在张仪机场建造新的飞机维修设施 新加坡的宇航业过去三年持续增长 产值增长速度快于全球平均水平 宇航业就业情况也持续改善 目前已有超过130家宇航企业落户新加坡 新加坡航空展将聚焦可持续发展 帮助推动航空业采用和推广可持续方案 本届航空展吸引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多家公司参与 包括全球前20大航空公司中的九成 航空展期间将举办一系列活动 包括可持续航空论坛和航空业总裁论坛等 以探讨实现天空净零排放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商用飞机C919和RG21将在航空展上 进行首次飞行表演 新加坡航空展主办方强调 航空展是贸易和交流的平台 不会偏离目标 对于有关抗议活动的呼吁 警方提醒擅自组织或参与集会都是违法的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表示 对于中国宇航企业通过航空展平台拓展业务表示鼓舞 并将与对方进行讨论 黄永宏 世界不能同时有三战争区 需不惜代价避免亚洲发生冲突 联合早报 总结 黄永宏医生在第六十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强调 亚洲必须避免发生冲突 因为世界经受不起这样的冲突 他指出 外交解决方案和贸易可以预防冲突 并且强调 推动贸易是促进合作和避免战争的重要方式 他还表示 军事交流与合作对于维持和平也至关重要 被俄罗斯通缉 爱沙尼亚总理不会被吓到 联合早报 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表示 俄罗斯发布对他的通缉令只是为了恐吓他 并表示自己不会被吓到 俄罗斯警方将卡拉斯和其他几名波罗的海国家的政治人物列入通缉名单 指责他们破坏苏联时期的纪念碑 卡拉斯表示 这只是俄罗斯的惯用手法 他不会害怕 爱沙尼亚曾被俄罗斯统治 现在是欧盟和北约成员国 卡拉斯是莫斯科的严厉批评者之一 支持乌克兰 努力推动欧盟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 这引发了俄罗斯对他的敌意 被问及是否有意在未来担任欧盟职务 他表示 我们还没走到这一步 我是爱沙尼亚总理 特朗普金色运动鞋短短数小时即授庆 联合早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推出的金色高帮运动鞋 在发布后几个小时内就销售一空 这款名为永不投降高帮运动鞋的鞋子 售价399美元 是特朗普竞选活动上推出的三款鞋子之一 销售网站称 这款运动鞋只有一千双 其中至少十双有特朗普的亲笔签名 特朗普推出的其他两款鞋子 是售价199美元的T-Red Wave和Portus 45运动鞋 不过销售网站强调 这些鞋子并非由特朗普本人或其关联公司设计 制造 销售 而是由45Footwear根据许可协议生产的 中国今年春节假期出游和消费猛增 但决策者面对通缩压力依旧 美国之音中文网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 今年春节期间 中国民众在国内旅游的人数和花费总额创下历史新高 在8天的春节假期内 中国国内出游人数达到4.74亿人次 同比增长34.3% 与2019年相比增长19% 消费总额为6326.87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47.3% 此外 中国民众出进游的人数也增加 但尚未达到2019年同期的水平 观看电影也成为中国民众春节期间的重要娱乐方式 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同期历史最高记录 尽管出游人数和消费意愿有所增加 中国经济仍面临困难 政府决策者面临多重挑战 中国政府目前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通缩压力下推出更多刺激经济的新措施 央行近日宣布进行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操作 并维持中标利率不变 新科工程最新泰莱斯装甲步兵战车 备有AI与混合动力选项 联合早报 新加坡的新科工程ST Engineering 在新加坡航空展上发布了泰莱斯S5步兵战车 TRAX S5 Infantry Fighting Vehicle 这款新型步兵战车具有混合动力驱动选项 可配置用于两栖作战 并配备了先进的电子设备和人工智能技术 新科工程还发布了全球首款40毫米低速穿墙弹 和全球首款40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等防务类创新产品 新科工程将积极开拓市场 并将欧洲和中东视为泰莱斯S5的潜在市场 俄罗斯声称完全控制阿弗迪弗卡 说乌克兰军队仍在城内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俄罗斯宣布完全控制乌克兰城镇阿弗迪伊夫卡 这是自2023年以来取得的最大收获 乌克兰军队仍有一部分躲在一座大型交化场内 乌克兰表示已经撤回士兵 以免全面包围 这对俄罗斯确保完全控制工业顿巴斯地区至关重要 乌克兰在击退俄罗斯军队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 占领阿弗迪伊夫卡可能会为俄罗斯提供士气 也是确保莫斯科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中心的重要一步 这一消息可能会为普京在下个月竞选连任提供支持 新加坡与国际组织合作 加强航空培训和人才培养 联合早报 新加坡与国际组织合作 推出航空培训项目和奖学金计划 以加强航空安全和培养人才 每年录取10名年轻航空人员参加为期6周的课程 由新加坡民航学院的资深院士指导 此外 新加坡民航学院还将推出更新版的国际民航组织 新加坡民航学院民航局长航空安全联合课程 为民航局局长提供应对安全挑战的培训 此外 新加坡民航局还与航空公司飞行员协会国际联合会合作 共同制定培训方案和举办研讨会 提高航空安全标准 这些合作举措旨在帮助航空专业人员 掌握应对安全挑战的能力 加强航空安全文化 民航学院投入1.2亿元 扩大培训空间设立新展馆 联合早报 新加坡民航学院将进行1.2亿新元的改造 以增加培训空间并提供更多的社区和活动空间 改造计划将于2026年完成 届时培训空间将增加20% 新设的航空展览馆将向公众展示 本地航空业的历史和未来计划 此外 学院还将更新课程 以适应日益复杂的航空领域 并推出与气候变化和航空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新课程 这项改造计划旨在支持国际航空和新加坡 航空枢纽的发展 并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航空行业 新加坡民航学院成立于1958年 目前已培训超过15万7千名航空人员 该学院拥有世界一流的培训设施和经验丰富的指导员 国立健保集团和李光潜医学院成立新临床科学及创新学院 联合早报 国立健保集团和南洋理工大学李光潜医学院投入2000万元 成立新临床科学及创新学院 以培养科研方面人才 并提供平台促进合作和落实科研成果 加强病患护理 该学院将重点关注初级保健 人口健康 传染病 心理健康 皮肤病学 康复和血管代谢疾病等领域的临床研究发展 学院将推出六个项目 支持不同阶段的临床科学家和创新者 包括提供科研培训 提高患者护理能力 参与医疗科技创新等 学院也注重导师与临床科学家和创新者间的指导和合作 其中一名临床科学家领导的团队开发了一款名为 HeartTrack的自助心脏康复计划 通过手机应用和传感器 帮助心脏病患进行运动治疗和健康管理 并让临床医生远程监督康复情况 该学院的成立将为临床科学家和创新者 提供一个联系、学习和交流思想的平台 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解决方案 改善患者的治疗结果 伊朗iPhone禁令为数百万美元的骗局铺平道路 随后实施逮捕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伊朗禁止iPhone后 一家名为Courish Company的公司承诺提供廉价iPhone 骗取了人们数千万美元 该公司声称是伊朗最大的手机维修公司 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向客户出售iPhone 但并未交付手机 该公司的主要嫌疑人已逃离伊朗 并有一人被捕 两人被通缉 伊朗执法部门表示 嫌疑人的资产已被没收 但未透露具体金额 伊朗禁令导致了混乱的市场 新款iPhone被走私到伊朗 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被推高数倍 由于伊朗禁止进口新款iPhone 导致了价格过高的黑市和骗局的出现 在伊朗 一款注册的基础版iPhone 13 Pro的价格 高达13亿里亚尔约2300美元 而在伊朗以外的市场上 只需800美元或更低的价格购买 这些加价主要是由于注册费和外币汇率变化所致 使得大多数伊朗人难以负担 伊朗政府声称必须禁止iPhone 以节约外汇 但并未禁止其他非美国手机 此外 伊朗与全球市场隔绝 大型制造商如苹果 在伊朗没有官方供应商 Kourash Company的骗局 为那些希望快速获利的人提供了机会 该公司吸引了大量的投资 据报道 约有3500万美元 该公司在广告活动中 得到了众多伊朗名人的支持 包括足球运动员和演员 然而 随着公司倒闭 大多数名人保持沉默 一些人道歉 一些人则坚称并非他们的责任 伊朗执法部门表示 那些受损失的人可以向警方报案 但未透露进一步的步骤 或嫌疑人的姓名 拜天公燃烛垃圾屋失火 一邻居西农烟送院 联合早报 新加坡一名七旬老妇因囤积杂物引发火灾 幸好他和女儿及时逃生 但周边邻居中有一人因吸入浓烟送院 据报道 这名老妇过去20年来一直有囤积杂物的习惯 甚至将杂物堆到楼梯口 造成了火灾逃生通道的阻塞 邻居们表示 他们曾多次劝告老妇清理杂物 但他没有采取行动 市镇理事会也曾派人上门清理杂物 但问题依然存在 此次火灾发生后 市镇会表示将采取必要措施 确保公共区域的安全 并提醒居民保持公共走廊的整洁 这起火灾再次提醒人们 要注意杂物的堆积 可能引发的安全隐患 同时也呼吁居民要保持公共区域的清洁 汉沙航空地勤人员20日罢工 德国契机场将受影响 联合早报 德国汉沙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将在2月20日举行罢工 因为劳资双方对加薪问题无法达成一致 罢工将在德国7个机场展开 持续约27个小时 此次罢工将会对客户和员工带来不便 而2月初类似的罢工导致了大量航班被取消 影响了约10万名乘客 工会要求将地勤人员的工资增加12.5% 或者每月至少增加500欧元 并一次性支付3000欧元以抵消通货膨胀 这是德国最近一系列全国性罢工行动的一部分 涉及航空旅行 铁路和公共交通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